的在线演奏会了 好的 非常好 我现在就启动我们的会议 本次翻译由上海中神教育研究院提供 大家早上好 下午好 晚上好 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在线演奏会 主要是主题是赋予机构和社区权利 推动气候行动终胜学习 我的名字叫Anderson Harrell 我也是我们平台的小组的汉堡的协调员 这也是我们第六次网络演奏会 每月进行一次 主要是涉及到我们气候学习型的一个社区网络 我们也会是与国际学习城市的大会 前期的一个会议 希望能够就萨特会议大会召开之前 对全球学习城市展开一些交流 我们已经有非常广泛的一些话题得以探讨 这里面涉及到绿色技能气候大会 如何使用我们数字技术来能够去推动气候行动 以及其他的一些各个主题 今天我们讲会是涉及到 对教育机构 从我们的教育的提供者 从幼儿教育到教育的提供者 学校和大学到成人教育中心 社会社区教育学习中心 文化机构 国务馆等图书馆 结构等相关的参与方 如何推动气候行动 并且我们也会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来进行我们的一个活字伙伴关系的构构建 今天我们主要是有四个发言 首先我们联合国教育总织促进可持续发展 绿色教育伙伴小组组长 温中女女士 将会是给大家来去进行一个发言 另外它涉及到我们如何可以能够从这当中 由政府机构来去授予非减 另外我们还有一些缺席型城市 比方说德班 德班科林菲菲 以及库吉尔罗马尼尔 还有马拉克斯的摩洛哥的一个城市 来能够作为代表发言 我们也会是要求大家来去把握时间 这样的话我们后面会有问答的环节 可以能够节省出来时间 简要的来去说一些技术细节 请大家利用我们的聊天室 来去提出您的一些评判的意见 评论或者说问题 对于我们的发言的专家 大家可以能够去提出这样的一些问题 任何时候都可以提出 你也可以能够去在这里边 选择特定的一些话题 后期进行跟踪和讨论 那当然我们主要是五个语言 请大家来去让我云 借此机会来去感谢下我们的合作伙伴 对于阿拉伯语是由沙特阿拉伯 朱拜勒的联合国教官组织区域优质教育中心提供 对韩国的一个翻译呢 是由高阳学习型城市提供韩语翻译 中文翻译由上海中生教育语言学院提供 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发言者 Wong Jung Yu 女士 她是教科文组织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 可绿色教育伙伴小组组组织 是位于巴黎的一个机构 她将会是跟大家去概述一下 目前我们的一些进展 包括我们的教育伙伴小组 怎么样来去帮助我们的一些这个机构呢 能够走向绿色获得绿色的技能 我相信这些呢都是非常有见识意义的一些反馈 好那先话筒交给文波佑女士 你有八分钟的时间欢迎 非常感谢各位领导 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 大家好 所有参与会议的代表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Wong Jung Bill 请大家call 叫我Wong 我也是我们绿色教育伙伴小组的组长 是教科文组织 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绿色教育伙伴小组的组长 我会简要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并且呢提醒一下大家 我们在绿色教育合作伙伴关系方面的一些进展和展开的一些项目 以及我们在全球 在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之下 所展开的一些活动 跟大家去汇报一下 我们在整个社区和我们的教育机构当中 怎么样来来去 驱动我们气候 运动和可持续发展的教育 对于社区的教育 它确实是我们自大基石之一 如屏幕所示 2021年的9月份启动 联合国会有这样一个转型的一个峰会 在一年半之后呢 我们有91个成员国 有1400多个利益相关方 参加了我们的一个绿色教育的一个 活作伙伴关系项目 其中包括我们UNIL的一些 学习城市网络的一些成员单位 请允许我能够去设计 也想大家表示感谢 好 这样一个全球的活动关系呢 是包含所有人推动合作 推动 沟通 知识管理 并且呢 实现在协同和战略层面的一个实施 我们有教育 还有我们能力的培养 绿色的课程 绿色的社区的四个方向 绿色的学校 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工作小组 有中生教育小组 FNL和World Scout来领导 每四个小组呢 都有各个专门的领导机构 这是一个全球实现的一个机构 我们在这里也会有幸 能够参与其中 作为他们的秘书处 作为这样一个全球的网络 今天我们的一个话题呢 就是涉及到授权我们的教育机构 推动气候行动 和最后在社区层面的一些可持续发展的教育 这里有三大基础的领域 关键领域 第一个呢是学什么 第二个在哪里学习 第三个如何学习 来推动我们的气候行动 落地到我们的社区的层面 并且呢有我们的社区扮演领导的角色 那关于学什么的话题 我想请大家注意到 在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 和气候变化教育的广度的层面的问题 有三大支柱 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层面 这些呢都是可持续发展的三个重要的方面 我们作为UNESCO的一部分 我们也是推动总体教育的 可持续发展教育的一个框架 气候变化 当然在这里面是一个主要的一个主题的领域 现在有更多的关注 因为气候危机 我们现在面临愈演愈烈 所以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ESD的一个相关的工作方面得以开展 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需要能够去反思我们的一个学习的背景 场景在社区层面 然后由我们的教育机构来作为引导 比方说对于我们的指南和在屏幕当中所提出的 一个绿色学校的一个质量标准 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些课程的设置 在机构和我们的社区层面的一些安排 它必须要能够因地就以来复合当地的情况 我们把这样的一些学习的结果 相关的学习的活动和所设计的一些领域 在全局的一个框架之下来有当地的一个关联性 比方说你是一个海边的城市 有渔业相关 那么这个时候渔业如何和气候变化相关 如何有什么样的技能和学习 可以能够去帮助我们的渔业行业 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如何应对气候挑战 缺减我们的气候影响 那所以多元性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这里不仅仅是学术界也包括民间组织 就是当地的参与者 确保我们能够把所有的这些大的线条 落实到细节的一个层面 第三点我想要提出 我们当然需要有特定的受众特定性 大家每个阶层每个社会的层层面面 需要能够参与进来 让大家能够知道终身学习 并为气候变化应对气候变化而学习 把我们的一些大的出线条 落实到与特定受众相关的一个层面 他们有哪些关注的点 某个具体的一个人群 比方说青年教师或者说政府官员 根据他们的一个情况不同 我们需要能够去有更大的一个关联性的构建 确保这些所教育的内容 宣传的内容跟他们相关 他们感兴趣 这些指南希望大家能够觉得有帮助 第一个就是绿色课程的一个指南指导 在这样一个课程指南当中 我们也是作为全球的一个社区 来构建这样一个合作伙伴关系 希望找到哪些是关键的一些领域所需要 纳入到我们的学习是要关系到我们的气候科学 不仅仅是气候科学本身 包括气候变化 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气候公正 大家可以在蓝色的这里看到 像弹性安全的构建型的策略 这些都是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不断涌现出来的新问题 另外包括我们的未来在去后探去探化的一个新时代 我们如何能够去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的构建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不同的学习的一个收获 不同年龄段的收获 在这里面 左边大家可以看到是学习的 终身学习 终身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的一个学习的结果 总共有18个点 这18个点面是对我们的终身学习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可能会关注所需要解决的一些重要的问题 不同的领域 不同的一个区间 不同的一个指南 这里也是会给大家作为终身学习一层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出一些指导 另外像我们的可转化的一个未来 怎么样涉及到我们的气候变化的公正 公正性和平 转型去探后的一个经济形态 我们确保社会社区能够参与 并且引领这样的一个转型的过程 实现公平的一个气候变化的公平性 这点涉及到的一些学习的结果 不同年龄段 你看尤其是在整个行为方面来讲 这个维度社区需要多多的参与 第三最后一个点就是对于气候的焦虑 以及我们的建设性的一个应对措施 涉及到社区以及气候变化的话 我们需要能够去硬解决我们年轻人 以及所有人所面临的一些焦虑和恐惧的情绪 大家可能会担心 好温越来越热了 整个我们会看到高温天气越来越多 影响到我们平日常的生活 这些都是从心理的层面影响到我们 而且也非常重要 它有自己的一些力量 我们能够让社区团结在一起 去反思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绿色树木 有足够的一些必因成良处 政府是否能够推动我们的绿色行动 我们一起作为社区能够做什么样的一个工作 做出如何的努力 这些可能对大家也会是有兴趣 觉得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涉及到对于气候变化 它的公众认知度的一个提升 以及包括它所带来的影响的一个认识的加深 另外就是学校的一个质量标准 在四个领域当中我们提到的学校 学校可能跟大家日常 直接与我们终身学习的要素可能有所不同 它有一定的相关性 我们希望让学校来去做这样的工作 变成一个创新中心 推动我们气候行动 比方说太阳能板如果在学校 可以能够去得到安装的话 它可以能够作为一个榜样示范作用 让我们的社区能够效仿更上 另外专家像我们的渔业行业 如果是一个渔村的话 我们的渔民可以到我们的教室来说一说 它观察到在最近的这些年当中有什么 一些变化 比方说是捕获了什么样的鱼 鱼的种类大小有没有什么变化 气候变化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对于渔业行业有什么样的一个应对措施 这样的话让我们的学生可以跟我们的社区互动 双向学习有关于气候变化的一些信息和学知识 从整个教育质量的角度来讲 我们可以能够去提升绿色学校的一个质量标准 那在哪里学习非常重要 我们生活当中的学院无处不在 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信息 我们希望让我们的社区了解到有关于气候变化的一个发展 我们可以展开一些聘点的活动 转达这样一些信息 因为很多的时候学校做东西只是静态的 我们希望能够去以观天下 有动态的反映出社会的动态 另外包括本地的媒体以及学习 非正式的学习 它也会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些学习的机会 我们对社区来讲 也对于绿色教育 以及它所带来的意义和变化要达成一致 最后一点就是关于如何学习 关注项目基础的学习活动 它必然是要有这样的一些活动 人人都可以参与展开行动 看到我们相关的结果 虽然说结果可能比较小 我们可以共庆我们所获得的阶段性的成果 通过这种总体全球层面的一些学习网络 我觉得它尤其重要 对于我们的社区的成员互动 识别潜在的合作伙伴 展开对话促进相互理解 构建信任的协作文化 以及展开联合的活动等方面 可以能够展开有意义的气候应对行动 对社会层面带来积极的影响 这些都是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工具 这些是我们的链接 希望能够对大家的一个合作有所帮助 这里的二维码将会是给大家链接我们的这样一个合作伙伴关系 绿色教育合作伙伴关系 希望大家能够加入 并且给全球各地的一些合作伙伴展开一些相关的合作 非常感谢此次的机会 谢谢 非常感谢Wong 非常具有信息量的一个发言 洞察深远 涉及到我们绿色教育合作伙伴关系 ESD 它的一个概述 另外也涉及到对于机构来讲 如何能够支持推动我们气候变化的相关教育活动 不仅仅是对他们各自的一个领域 比较狭隘的一种视角 更多的时候是要与社区展开对话 学校支持家庭教育 反向家庭教育也支持社区教育 KT之前也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些链接 我们也非常赞同 对这些文件它的质量标准的重要性 这样会非常有帮助 同时我们也会是与农业组织 与其他的一些组织一起 总共是有30个国际的专家 他们各出几件 从学界 从年轻人的网络 青年网络 成年教育 成人教育等方面 分享我们希望能够去构建一系列的一些指南和指导性的文件 构建学习型的社区 推动绿色行动 并且展开具有成果的一些讨论 在我们第六次的这样的一个大会当中 网络会当中 持续的关注 在第六届学习型城市 国际会议当中得以关注 并且展开一些咨询的工作 生成一些有意义的文件 来帮助我们的城市 以及相关的城市的管理者 来能够真正成为绿色的一个社区 好 非常感谢 现在我们将会是进入到更为务实层面的一些 学习型城市代表的发言环节 这里面有几个城市的代表 我首先邀请的是Colin Bilei先生 他来自于南非的德班市 他将会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关于我们这个项目经理 以及研究的合作方面的一些工作 他是德班市的学习研究所项目经理 也负责项目研究的合作 是联合国家博物组织 Ewen GNLC德班的联络点 非常欢迎Colin先生 Colin 让我来分享一下我的屏幕 大家早上好 中午好 下午好 晚上好 我的名字是Colin Bilei 我将会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一些研究项目 ESD的一个相关情况 这里展示出了我们所获得的支持 来想德班市怎么样来去推动 这样的一个项目 包括在全球其他的地方 来去展开气候应对变化的一些行动 然后落实到我们社区的层面 获得时效 这里面会带来了很重大的一些成果 这里面我会宏观层面来说一说 这样的话呢 把握好时间 不占用其他发言者的时间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德班 德班市的一个俯瞰图 非常好的照片 是吧 在海岸线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些国际的酒店 和一些学校 好 下一页 下一页呢 德班 德班支持 作为一个国际的城市 支持我们的一个相关的 项目的发展 来去应对 这样的一些 无价可归等所面临方面的挑战 涉及到无价可归 以及循环经济 这些呢 是有特定的受众人群 我们也会展开循环经济的工作 希望能够去获得最好的一个最大化的收获 我会后半段讲一讲影响和益处 并且说一说吸取的一些教训 对于德班市 德班市呢 我们也会应对无价可归的这个挑战 来设定了一些组织架构 临时的这个居住点 这些临时的居住点呢 是 也会是 离开我们的国际型的酒店 以及设整个海岸线 在我们的信办期间 那么有些的这个无价可归人呢 人士呢 他们面临很大的挑战 我们有市政的官员 他们找到这样的问题 很快落实了一些尸检的项目 这个项目呢 结果非常好 他让我们获得了更好的 对于无价可归者的一个安置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就是 发放食物的一个地方 下一页 这个发放食物的地方 对于我们的这个种植园 可能让我们很多的无价可归的人士呢 他们可以能够到现场去学习如何种植 参与到我们的服务行业 以及循环经济 好 下一页 德班 德班也有很多的一些本地的无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 他们也支持我们的无价可归者 加入到我们的一个种植园当中 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我们会给他们培训18个月的时间 然后呢 把他们安排到不同的一个种植的一个原地 好 前一页 不好意思 先不要动 这一页先不要动 对于这一页来讲呢 他们会学习如何种植蔬菜 然后呢 获得基础的一个生活的保障 包括学习灌溉系统 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施肥等方面 还有我们跟本地的大学展开合作 来去给学生设定这样的一个多文化的一个背景 去获得一些跨国以及多文化的一个长学习的体验 这样的项目呢 是很好的机会 让我们地区获得更好的发展 本地的酒店 像本地的一些高级的酒店 还有很多的一些客户 他们都会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收益 所以有些食品直接供给附近的酒店 也减少了无家可归在街上流浪的情况 同时呢 我们也会是获得了很好的一个销售 产品的一个销售 那一年之后 我们发现有一些这个种植园呢 他们有了新的想法 新的想法就是堆肥的一个项目 大家知道 对于有些我们的国际酒店 他们会有一些服务的食品的一个垃圾 我们吃食品的垃圾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进行堆肥 堆肥之后呢 变成化学肥料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项目 有38个 每个月有38吨的一个堆肥的一个成果 把这样的一个食物浪费呢 浪费到的这些食品呢 进行了堆肥 获得了很好的效果 有5吨左右的一个化肥 可以能够得到生产 通过这样的一个堆肥项目 现在还是我们的试点项目 我们会有很好的 把我们的一些周边的酒店的一些食物的残渣 进行收集 循环处理 好这边呢 都是我们的一些有关于食物的试点项目 堆肥项目 现在也寻求本地进一步拓展的一个合作项目的机会 我们也创造了很好的解决方案 来一方面从市容市贸得到了改善 另外呢 又获得了很好的一个经济的回报 在过去的18个月 我们有了很好的项目的拓展 其他的一些城市 包括绿色基金会 也参与进来 非洲绿色生态 项目也得到了积极的参与 拓展到其他的一些非洲城市 我们的想法呢 就是建立绿色基础设施 展开教育 寻找相应的机会 同时呢 来能够去造福与社区 环境收益 经济收益 社会收益 教育收益 以及 父权本地的百姓 最后一页 我们简要的说一下 主要的一些德班的所习得的教训 考虑的事项呢 就是 对于我们的合作来讲呢 合作是一切的关键所在 它是整个项目成功与否的关键 与否 关键点 另外呢 我们需要本地化的创造 我们的解决方案 给出不同的选项 需要创新和创造 要因地制宜 把我们的问题 放在一个特定的 当地的一个场景之下 来去有地方式的解决 找到有解决的一个解决方案 另外 我们希望 面对挑战 面对问题 同时呢 也找到相应的机遇 如何激发希望 如何拥抱多样性 来去从这样的一些简单的干涉项目当中 获得很好的结果 吸发本地人民的希望 同时又支持多样性的构建 这些呢都是非常重要的 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经验 我相信 我相信很多的一些项目的参与者 现在也变成了企业家 你需要能够有获得更多的信息 收集更多的一些细节 我的联系方式就在这边 也欢迎大家联系我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信息的话 请联系我 好 非常感谢Colin先生 您的精彩发言 您涉及到了德班市是如何更绿色 并且呢 展开很好的社会发展 有对无家可归者 展开了这样的一个种植园的项目 支持处理食物垃圾 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 我觉得这点非常有帮助 也是深刻的洞察 我觉得我们已经有一些问题 是放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了 所以也鼓励大家 可以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提问 或者说也可以能够去 能够通过其他的方式 后期跟踪我们的发言者 下面一位发言者 是库吉尔文化中心经理 库吉尔教师和志愿者 Luminati 塞伯塔利女士 和Diana Doburin女士 她们这两位女士 是来自于库吉尔文化中心 塞伯塔利是一位老师 同时呢 又是一位志愿者 她每个人有2.5分钟左右的发言时间 好 交给两位女士 两位女士 请你们开始发言 非常感谢Edit 非常感谢所有参会者 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我的名字是Diana 我会跟我的同事 今天学习行程是Luminati 她女士一起来去进行发言 大家可能作为一个教师 作为有一个学会 NGO的一个学会 以及不同本地的一个相关团体 我们是构成了这样的一个 C库吉尔的一个文化中心 几年之前 那看 在2021年的时候 我们创造了一个本地的战略 本地的战略 不好意思 是库吉尔的学习性战略 学习城市的这个气候行动 这里面涉及到教育 健康 基础设施 城市交通 数字化 基础设施等等 这里面涉及到 还有涉及到 我们的一些整个娱乐领域 因为这些领域 我们觉得是有内在联系的 我们是有本地 国际 以及国家层面的一些合作的机会 我们寻求这样的一些合作 在各个相关方之间 本地的参与者 以及外部的合作伙伴之间 展开合作 这里面包括NGO 还有外部的合作伙伴 学校等等 我们希望能够找到 我们本地居民的一些气候变化相关的需求 然后创造 对于我们不同的问题 不同阶段 找到不同的解决方案 比方说 有些是成年人的 有些是小孩的 我们希望能够去创造这样的一些解决方案 行动方案来去 有地方是有 针对年轻人的 老年人的 成年人的以及小孩的 来去共同推动气候行动 是一种 混合性的行动 作为文化中心 我们也会是组织这样的一些活动 提供空间 并且提供其他的一些资源 同时 我们也去有绿色 绿色行动 为成年人 涉及到有机会学习到像电影 还有展览 文献等方向的一些学习 有关于绿色的学习机会 好 我的同事将会继续讲 灵敏 我们觉得最大的挑战 气候变化是我们生存的最大的挑战 它能够让我们获得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需求 在一些项目领域来讲 我们给孩子们这样的学习的机会 不仅仅是教育活动 另外 我们的国际和本地的一些项目 国家层面的项目 也会展开来学前和一应一儿的一个幼儿园的项目 我们与本地的企业家展开合作 并且用可再生的一些材料 来去对我们的这个园区 幼儿园的园区进行装修 另外我们也是帮助大家理解当地的生态系统 学生也会使用艺术 包括整个创造性的学习 来能够去装点 把他们的后院装点成一个花园 我们Learning Now 现在也会是作为社区学习的一个重要机会 让他们了解到气候变化 并且鼓励他们采取行动 同时我们也拓展到了成人层面 农业学习以及终生学习 是让所有人都能够为我们库吉尔的绿色做出贡献 我们同时与相关方一起 在我们的本地以及国际的层面 来去参与相关的一些活动 我们在我们的城镇 把我们变成了一个绿色生态的一个学习社区 每个社公众都可能了解到有关于气候变化 以及气候变化行动的一些学习机会 老年人也会是了解到气候变化 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与我们的本地的一个 Luther Center莲花中心 来去让老年人获得更多的一些学习的机会 了解到它的一些环保的重要性 让我们整个社区 无论男女老少都能够有很好的环保意识 好 最后我们两个比较大的项目 就是有31个合作伙伴15个国家参与 我们是涉及到城市交通的一个项目 希望能够去更好的应对气候变化 我们有一些研究的领域得到开展 实现交通的改善 展开国际合作 同时让我们的市民享受更好的绿色交通的机会 同时我们也有一些计划 推动气候行动 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举例来说 我们想要指定每周有一天的绿色交通日 我们PPT有一点问题 希望没有浪费大家太多的时间 但是库吉尔 我们两位代表库吉尔市向大家表示感谢 感谢大家的聆听 感谢大家的邀请 好 非常感谢两位女士 分享了这个项目的相关信息 涉及到就是库吉尔的老百姓 不同年龄段的老百姓 从少到老 怎么样通过我们的一个创造性的学习 同时呢 这一点非常重要 而且是有很好的一个成效 缩短了不同年龄段的一个受众人群 他们对绿色发展的认知差异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我们从在线研讨会上 听到大家多方的一个反馈 零零总总 大家各自的做法效果非常好 现在我们将会是进入到今天最后一个发言 最后一个发言就由 马拉克什 马拉克什 巴兰的先生 他也会是来自于区域教育和培训学院 代表兼马拉克什学兴城市项目技术委员会的成员 他会给大家说环保相关的一些倡议行动 尤其涉及到这个节水以及整个气候应对的相关错略 还有终身学习 很重要一点提醒一下大家 大家会用法语发言 所以如果大家是选择原声频道的话 你可以能够听法语的原汁原味的发言 如果大家想要听英文发言的话 需要大家选择英文频道 需要听中文的话呢 请大家保留在中文频道 好 巴兰先生 现在话筒交给您 您可以开始您的一个发言了 好的 大家都能看到我的屏幕了吧 PPT了 好的 大家好 大家是否能够看到我的屏幕上的一个PPT了 是的 我们都可以看到了 现在没有了 刚才还是有的 这样好 这样好了吧 是的 现在可以看到了 那么呢 进入到我们的播放模式 全屏模式 好的 谢谢 这样好了吧 感谢 感谢 非常感谢 我的名字是Pojima Blund 我是马拉克什区域教育和培训学院代表 兼马拉克什学习城市项目技术委员会的成员 今天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经验 在马拉克什 我的城市委员会有两个不同的项目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呢 是我们的垃圾处理循环的一个项目 第二个呢 是水管理的项目 节水的项目 教育 教育直接涉及到我们的公众 所以开始我会给大家说一下我们马拉克什的情况 在马拉克什加入联合国教育文组织学习型城市网络之后 马拉克什是一直致力于扩大与国家和非国家参与者的伙伴关系的构建 从而能够促进和支持旨在改善终身学习的相关项目 在此框架内市政府正在推广示范项目 这些项目被证明在支持终身学习方面非常成功 有两个项目 第一个呢 叫Cuproduction Lepronas 是关于垃圾废物管理的一个项目 我们等会呢 将会看它的一些相关细节 第二个项目就是节水的项目 马拉克什在2022年9月被宣布为学习型城市 其主要目标之一是制定和加强应对气候危机的各种行动 这边包括实施多项的战略 包括废物回收 减少饮用水的消耗 对废水展开过滤以及循环使用 并且加强和鼓励使用污染较少的一些交通工具 减少饮用水的消耗 马拉克什呢 正在朝向这一个方向做出努力 这里面还有涉及到对于计划和举措的多样化 在这样一个框架之下呢 我们有整合了不同的一些项目 这里面有不同的项目参与 当然很好的一点呢 就是学习城市来讲呢 它其框架之下会建立这样的一个项目 加强公共当局在国家费用管理战略方面所做的努力 这样一个战略已经在技术 财务 立法和监管等不同方面 获得了阶段性的发展 这个项目整合了技术教育和监管三个方面 是一个解决方案 能够从全部填埋的模式转向循环经济的模式 当然这个项目呢 主要的目的是提供解决方案 要整合三个层面 我们说的就整合技术层面 技术层面 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 另外整合教育层面 同时呢 整合当然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监管的层面 通过这三个层面 我们把它整合在一起之后 我们可以能够是通过这样一个模型模式 从 因为这三个方面都是有内在的相互关系的 我们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从原先全部填埋的模式呢 转向循环经济的模式 而不再把这样的一些废物垃圾 视为存垃圾 而是重要的一点呢 把它视为是一种资源 这里已经获得了很好的变化 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些废物垃圾 变费为宝 这个项目呢 已经在摩洛哥22个社区地区展开 其中包括马拉克什市政 这里边第一个社区 有两个社区呢 已经签署了该项目倡议 一个叫做Lakmet社区 这个社区呢 有343户家庭 是参与了这个项目 另外还有一个哈马迪的一个社区 这个社区呢 有226户家庭参与 所以两个社区啊 马拉克什有两个社区 已经签署参与这样一个项目 一个呢 是343户家庭的社区 还有一个呢 是226的家庭的一个哈马迪社区 这两个社区呢 都是有很多的人口 这个项目来讲呢 他们是对于我们的公众提供这样的一些手册 分析 还有预算 在国家的层面来讲呢 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具体的在城市层面 在马拉克什市的层面的一些相关目标 对于我们的这个公民参与的情况 进行一个分析来提出有针对性的一些方法论 像对于诊断的一个问题的方法论来讲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调整我们的国家 以及城市市政方面的政策 对于第二个项目来讲呢 主要就是涉及到培训 对于废物管理方面对公众进行培训 提高他们的认识和能力建设 展开能力建设 让我们的公众对自己所产生的一个垃圾呢 能够提高他的一个所谓的责任担当 另外我们会制定相关的标准 应用相关的标准 这些呢叫做清洁社区的标准 是我们所谓的清洁社区公众的一个权益 因为通常情况下呢 有的时候对于我们的公众来讲呢 他们的认知不够 我们希望确保像学校的孩子 学生 还有我们的一些成人教育 夜校 他们都可以能够得到很大的一个动员 第三个呢 我们就是对社区和社区具体的特点 因地制宜 制定被无垃圾的一些分类 回收和回收的系统 因为每个城市在我们的城市当中 他们的社区的群体情况不同 会产生不同的垃圾 因此呢 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个正确的方法和机构 来去制定这样的一个分类的标准 回收的标准和回收的系统 同时呢 通过沟通对话和宣传 我们来影响当地的参与者 有不同的机构 不同的公众 我们的策略之一 就是要有很好的一个倡导 倡导这样的一种垃圾的 很好的一个分类回收 同时政府的官员 也会帮助我们 生成这样的一种宣传方式 和相关的策略方法论 现在这些已经正在落实 得到推广 对于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来讲 他们也需要开始能够提升 提炼不同的一个知识专场 把它推广到20个不同的社区 这个项目本身呢 它是有三期分三期进行 我们参与各方之间 是签署了这样一个合作协议 然后呢通过两个区的这样一个社区 我们来去展开合作 同时呢会有相应的组织机构 他们来能够去展开教育和培训阶段的工作 动员提高认知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沟通 本地的一些教育机构 来去在当地层面推动 共通对话和宣传 本地的机构呢也会是很多的参与到这个项目 另外我们还有 伊斯兰教的一个教会组织参与其中 因为伊斯兰教本身也是帮当地的一个主要的教派之一 我们设定了并且开发了这样的一些社区层面的机构 然后这些机构呢他们有责任来去制定相关的项目 主持人提示您的时间还剩一分钟的时间 好的 我自己呢 还有最后两页的PPT就结束了 所以我们这边学习和教育是我们致力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核心 我们认识到教育在我们的消费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它改变我们消费的方式生活的生产方式生活的方式 循环经济不仅仅是一套实践 同时也是这样一种方法 需要完全融入社会 获得社会的支持 最后一个结论 清洁生产清洁项目的一个联合生产是一个典范的项目 它完全符合马拉克什市政府的战略 集中促进终身学习 作为实施市政行动计划的一种方法 同时呢 来推动我们社区的一些行动 保护自然资源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真正的在社区层面 促进气候行动得以开展 这也是气候变 在马拉克什来讲的 温室气体排放 社区是第二的一个温室气体排放的制造者 我们自己还有英文的PPT 是有关于这个项目的信息 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把英文的PPT发给大家 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 我愿意回答大家的问题 非常感谢 格兰先生 您的发言 也有很深入的洞察 包括其他的学习性的城市 如何实现更绿色发展 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讲呢 尤其是关注于循环经济 我觉得这边是今天的几个发言的 大家共同的一个主题 循环经济 所以在此感谢所有的发言者 请大家所有的听众 再切回到我们自己的一个主频道 主音频 可以听大会的一个音频 如果听翻译的请不要动 好 进入到讨论的环节 这是我们本次的讨论环节 不幸的是我们时间不够了 不太多了 在我们的问答环节的话呢 我们想要去选几个问题 请大家来回答一下 选第一个是来自于 Hosio Kim这个人 这个问题呢 是问到Vong先生 问女士 第一位发言者 联合嫁婚组织的一个小组的组长 Hosio他问的问题是 基于您的一个经验 终身学习教育者如何能够去得到支持 比方说涉及到您所提的一些具体的建议 与他们来讲呢 哪些是真正具有相关性的 能不能落实到他们身上 好 这样的话呢 可以让我们在学习正式的学习的场所之下 获得一些其他的学习的机会 非正式的学习的机会 包括您今天所提供的一些文献 如何能够支持我们的教育工作者 能够获得相关性的一个构建 非常感谢您的问题 是的 我觉得刚才在绿色教育合作和关系的一个项目之下 有我们的第三工作组 是关于到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确保这些呢 都有的方式 这也影响到 只是让在9月17号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在线会议 是对于非正式的教育工作者 如何能够去推动绿色教育的发展 在那边我会再跟大家分享非教育工作者的 一些非正式教育工作者的一些相关性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合作伙伴关系 把我们的学习的一个社会区 正式和非正式的教育者都能联系在一起 简单的说个例子 说一下尤其是终身学习教育工作者 很重要的一点 要组织不同类型的活动 比方说对于靶向的相关方 政府民间组织 我们希望能够展开合作 让他们知道 那气候变化会对他们产生什么的影响 比方说公众的扶植 气候变化与公众扶植的关系 另外社区学习中心 我们会有不同的项目 有不同的活动 针对特定的本地的社区 哪些是与我们相关的一些气候变化的一些话题 从罗马尼亚刚才的一个发言当中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是关系到了这样的一个要素 实现这一点 另外还有大使项目 你们可以有当地学习中心的一些领导人 参与起来 来去作为形象大使 像农业 渔业 还有其他的一些 我们可以给他们进行培训 教会他们有关于气候变化相关的一些内容 我们可以能够让学校作为一个锚定点 给他们提供教育 所以我们提供给你们有两个指南的文件 希望这样的指南的文件可以给您更好的一个帮助 好 非常感谢您的一个对问题的回答 还有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 是问到库吉尔的同事 罗马尼亚的库吉尔同事 我们来自汉堡的一位同事在问 如果市政府是有一个委员会 涉及到ESD的一个项目的话 你们是否是有一个政府的机构 或者说机制化的一个单位 来去有专门的市政的资金或者说资源 来去推动我们的ESD的项目呢 我们觉得这个非常感兴趣 对于有些津津的听众来讲 还是非常想知道这个项目 画面那些相关内容 好的 如果想要展开细节的话 我们自己呢 是有参与到这样一个项目 现在他的话筒没有打开 他的话筒关闭了 好 我觉得您的话筒好像关掉了 现在罗马尼亚的两位发言人都没有开话筒 对不起 您还能听到我们吗 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听到你们的发言 对问题的回答 好 这两位是把话筒关掉了 现在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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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谢谢 好的 举个例子 举例来说 举例来说 我们参与了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呢 叫做 Just Reads 的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呢 是 一些欧洲以及非欧洲的国家 还有15个左右的这样的国家也参与其中了 说到老年人 我们不仅仅有一个中心 叫Lutus 中心 Lutus 中心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 当然同时还有其他的一些中心 是针对老年人开设的 我们创造了 并且鼓励我们的老年人 来参与到本地社区所主持的一些项目当中 跟年轻人展开互动 或者说是一些创意性的项目 比方说家庭日 或者说 绿色开放日 绿色主题日 我们还同时与本地的相关方有很好的合作 我们自己呢 也有这样的战略 有未来的四年做出谋划 这边等零零总总了 我也确实不太明清楚 这个问题所具体指向是什么 好 我觉得这个已经很好了 可以让我们大概的知道 ESD的项目是如何 是植入到我们市政的一个层面 好 如果大家需要了解更多政府架构 ESD的一个政府架构设施的情况 大家可以能够 能够线下再跟我们的这个 罗马马尼亚的代表进行互动 好像时间也不多了 我们只能有时间问一个问题了 从QA环节的这个聊天窗当中 我们会挑出 再挑出一个问题 我会往前翻一翻 来 涉及到这个问题 是涉及到如何对于 远远化的社区参与者 有什么样的策略 获得他们更多的参与 参与到绿色的相关行动和项目当中 如何能够提升他们对环境污染 气候行动的一个认知 真实地把这样的一些认知 落实到人 好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是否请Colin来您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您能不能给我们提议一下特定的战略 尤其是在您的翻译当中 涉及到如何提升我们的个人个体化 像刚才您说的德班 对于无家可归者 他们的一个绿色环境的一个策略 教育策略 在我们这里我们是非常主动 纳入参与到这样一个 纳入这个所谓的边缘化的人 来去参与到这样的一个项目 很多的城市 我们也会纳入我们的这个主要的相关方 主要的相关方参与其中 我们有NGO 非政府组织 学界 还有其他的一些行业界 社区参与其中 相关的细节我就不说了 我觉得这点可能我们还是有按部就班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展开大规模的研究 总共有4000多个无家可归者 一部分呢 2000人是在街头的 还有2000人是在我们的收容所 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找到他们 然后呢 请他们参与到这样的项目 跟他们分享这样的一些信息 好 非常感谢 我觉得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可以能够 后期呢鼓励大家来去继续互动 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 还有两分钟就结束了 在我们的学习行程式 以及像同龄人学习的这个框架之下 我们觉得是我们在网络当中 实现能力构建的重要的方式 由于时间的关系 没有办法把所有大家提出的问题回答 但是呢我们建议大家 线下呢展开对接 来从马拉克什那边学习到更多的例子 好 现在我们将会是请 Yuba Kosterra 我们的UIL的临时首席方案协调员 Lar巴尔德斯克拉特先生 致毕姆茨 大家对他比较熟悉 都知道他 现在有请Kosterra先生致毕姆茨 非常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主持人 今天我觉得发言让我学习到很多 收获很大 信息满满 我们有合作伙伴关系的一个构建 我们向合作伙伴展开学习 通过这个过程 我们互为陪伴一路走来 从气候行动的角度来讲 展开了很多切实的项目 有很多的一些发言 我们还有很多更多的发言 大家需要打开话把子 学习到更多交流更多 很多的学习城市今天都参与到我们的在线研讨会 讨论如何授权和赋予我们的机构展开终身学习 应对气候变化 展开气候变化的 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我们获得了一些真知灼见 如何推动相关工作进一步向前发展 不同的一些本地的社区 还有人口策略各不相同 感谢今天的发言者参与我们本层的会议 感谢EURL对本次会议的大力支持 还有我们历次的会议 现在已经开了很多次了 我们有来自全球的参会者 我们对下一次的会议 大家可以能够看到这个会议的信息 在我们的网站上看到的信息 提醒大家 我们GNLC 学习城市网络的成员 成员单位 可以能够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 分享我们的URL的一个链接 在9月份我们 还会有这样的一个会议 设计到构建具有 复原性韧性的城市 对于城市的环境展开 律师的一个发展 好 就此大祝 祝大家晚安 午安 早安 再见 再见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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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